上面可以看到 這個颱風目前已經來到了 馬祖偏西方 大概兩百公里的陸地上 過去一段時間受到陸地破壞 因此颱風強度減弱 暴攻半徑也縮小了 因此過去幾個小時 金門馬祖也脫離了他的暴風圈 包括臺灣領海也脫離了他的影響 因此氣象署在稍早 已經解除了颱風警報 但我們還是要提醒 這個颱風因為南側伴隨非常大的 非常寬廣的外環流 在接下來還是會影響到臺灣地區 因此天氣上還是比較不穩定 不過首先我們會先回顧一下 整個颱風它侵襲的過程 這個颱風它在7月20號的時候 從菲律賓東方海面形成 隨後就逐漸的往臺灣靠近 那本署也在22號、23號 先後發布了海上 以及陸上的颱風警報 所謂颱風24號逐漸的接近 暴攻圈也開始涵蓋到了 臺灣的陸地 北部跟東漫部風雨明顯的增強 而到了24號的下午 颱風開始出現擺盪的情形 甚至在24號下午到傍晚 有往南移動的現象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颱風最核心的岩牆 帶來的強風、豪雨 也襲擊了宜蘭跟花蓮地區 為蘇澳帶來了13級的陣風 而花蓮也出現了14級的陣風 這個颱風隨後在25號的零點的時候 登陸宜蘭線的南澳 強風、豪雨又再次 對宜蘭造成衝擊 除了風比較大之外 宜蘭的太平山也在這段時間出現了 累積雨量1200毫米的累積雨量 在整個警報的時間 這個颱風隨後通過了北部陸地之後 於4點20分 進入了臺灣海峽北部 不過這個颱風因為伴隨了非常大量 由來自於西南風帶來的水氣 因此整個西半部的降雨 到了25號打到最高峰 中部跟南部 我們從累積雨量圖上面可以看到 紅色區域非常的廣泛 這個是累積雨量超過600毫米的 累積雨量區域 而且部分地區像台南高雄 有部分的鄉鎮 出現了10雨量超過100毫米 非常劇烈的短延時強降雨 這也導致了在中部跟南部的降雨 累積雨量非常的可觀 其中目前累積量最多的是 高雄的多納林道 已經超過了1800毫米了 而屏東的尾寮山也有1500毫米 這段時間颱風的風 也是持續的影響到我們 各沿海在25號 幾乎都出現了10到11級的強震風 尤其基隆也出現了12級的震風 而隨著颱風逐漸的往福建沿岸接近 在昨天晚上七點前後 登陸福建沿岸 但是暴風圈持續影響了金門馬祖 也為當地帶來了10到11級的震風 而同時外圍環流也持續讓台灣這邊 出現強降雨 除了颱風逐漸遠離 我們稍早已經解除了颱風警報 不過在外圍環流 還是持續影響到我們 從雷達回撥圖上面 我們可以看到 寬廣的外圍環流 還是持續影響到台灣這邊的天氣 尤其部分的蠻強的雷雨 雷雨包都是從台灣西南邊 移入到台灣的陸地上 因此今天各地都還是多 短暫震雨或雷雨的天氣 尤其是中部跟南部 仍然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發生的機會 澎湖也有局部性的好雨發生的機會 金門馬祖也要留意局部大雨 我們從未來幾個小時的 定量降水預報上可以看到 今天白天的部分的話 各地都是有雨 其中中部跟南部 還是雨比較多 容易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發生的可能 到了今天入夜甚至到明天 隨著風向逐漸由西南風 轉變為偏南風 除了南部地區 還是有局部大雨發生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花蓮跟台東 因為同樣開始進入淫風面 也開始會有局部性大雨發生的可能 所以要提醒花東地區的朋友 要特別留意 降雨從今天晚上開始 會逐漸的增加 因此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在今天要稍微注意的地方 開閉台風雖然已經逐漸的遠離 但受到外圍環流影響 金門馬祖今天還是會有 間歇性的風勢跟雨勢 中南部還是要留意 會有局部性大雨或好雨發生的可能 今天在離島 還是有10到13級的強盛風 臺灣部分的沿海還是有8到10級 強盛風出現 今天到明天沿海的浪都還是相當大 所以這幾天建議大家不要前往山區 或是海邊活動 另外目前在菲律賓東方 有另外一個低氣壓發展出來了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